有空會嗎 有沒有 大包小包站在服務台前 詢問下班列車 難得放假 民眾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費 台灣最長的長假就是春節 只是十而六天 十而九天 每年心情起伏很大 有立委提案要將年假固定九天 讓民眾有小確幸 要回花蓮跟斗六 對… 這台灣也覺得九天比較方便 對 行程不會那麼長 因為要回婆家又要回娘家 就是比較遠一點 如果你是九天的話 比較好安排一些遊玩的行程 休息也好 出去玩也好 反正放越多就是好 春假固定九天 民眾普遍贊成 不只假期安排可以更有彈性 交通也能得到舒緩 不會走到哪 塞到哪 台灣的勞動者 他過勞非常嚴重 更重要的是 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長假 我們比大陸 大陸有春節還有食衣長假 要休九天 其實內政部也曾規劃過 以明後兩年為例 原本只有休六天的年假 如果可以提升到固定九天 106年可以再多休一天 107年更巧 九天休完遇到週末 等於可以連休11天 讓我們每年 都至少在春節的時候 有一個充分的休息 九天的假日 立委表示 春節固定放九天 最能充分休息 之前提案被駁回 現在民進黨全面執政 要再次連署提案 讓民眾年年過好年 記者